那接下來下一位講者呢 我們就會講到另一面就是曾經在民間做過蠻多 像是新聞小幫手專案 然後或者是也在國內很多就是重要的 像國發會之類擔任顧問的Rani 稍等我處理一個技術問題 那這個時候順便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說大家可以記得我們有slido這件事情 可以就是在上面提問 這樣我們接下來二十分鐘會比較好進行 剛才想要的技術錯誤 那接下來就請Rani來我們談談 將資料思維帶進政府 好那謝謝大家 那我今天想要 其實我本來是想講比較正能亮一點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我在就是去政府裡面做一些 開放資料相關的宣傳或者一些經歷 那其實有我覺得有面對到一些蠻不錯的事情 不過剛好這禮拜 我禮拜四我去內政部開個會議讓我有點不爽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補一些情緒性的東西進去 就是竟然破壞我好心情 好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Ronnie Wang 名字叫王向榮 那我跟領目約兩個人就是有創一個領目約公司 那我們專門是用資料解決就是企業的問題 那我自己在2012年我就開始參與G0V社群 那剛好提到我做過新聞小幫手 求是小幫手之類的 那麼我自己很喜歡G0V這樣的場域 所以2012年是G0V的第一次或者說第0次黑客松 那一次到現在已經42次了 我目前只有缺席過一次而已 就我很喜歡G0V這樣的一個場域 因為這個場域大家是做大於說 就是大家會選擇用動手做事的來解決問題的 而不是說大家用說的去責罵 然後但是可能沒有後續的行動 那我自己在行政院 衛福部 教育部 農委會 在國發會我都有擔任過開放資料資訊委員 那這也是我今天會提到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整個政府 從我這個外部的角度來看 開放資料這件事情是怎麼進行的 那麼它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但是可能又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在裡面 好 那這邊也有一個我的作品集 就是有一些我過去幾年 做了一些開放資料相關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進去裡面發現 有些覺得很有趣的 或是想要做經驗交流的 那也都歡迎我們可以 可以就是之後再好好聊一下這些應用 那我今天大概想要講的內容 大概就是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資料帶進政府這件事 一般的G0V 就是大部分G0V的人是怎麼做的 那再來就是 政府開始推測什麼樣的開放資料政策 那麼政府做了這些政策之後 那麼後來就是公務員們 可能有什麼樣的對策 去破壞這些利益良善的東西 然後以及剛好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有一次機會去衛福部去支援防疫 做一些資料清理 那我覺得那對我也有蠻大的收穫 因為我更了解 就是一些政府是怎麼運作的 那以及最後就是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 我心中一些很多的問號 那我自己沒有答案 但是我也希望說 大家過去可以一起去思考的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想先回顧一下 就是 因為可能不一定是所有人 都有參加過G0V黑客搜 所以我想要分享說G0V的人 可能是怎麼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我舉一個案例就是這個 G0V很喜歡做拆政府原地重建 就是政府本來有什麼東西 它是不夠完整不夠好的 那麼我們民間可能就是去拆掉它 然後重做一塊 例如說以開放政治現金這個為例 就是以前政治現金是必須人親自 跑去監裁員裡面 然後你只能印出紙本來 你沒有辦法在網路上 或是用任何形式看到它 那這非常的麻煩 那當時就有很多的志工 衝進兼廠裡面 去印出一張一張紙本 然後我們那時候蒐集了 起碼有五六千張的紙本 然後我們再用程式去把格子 它紙本裡面是很多表格 我們把格子格子一個一個切出來 變成像這樣的一個輸入界面 然後當時正好是2014年 就是太陽化的時候 所以有很多憤怒的鄉民 那我們把這個網站丟到PT 八卦板上去之後 那個時候總共有三十幾萬格 二十四小時內 鄉民們就全部打完了 而且打完就算了 就是因為三十幾萬格 其實有的人會不小心打錯 但是鄉民們打的還是欲罷不能 所以後來一個禮拜後 平均每個格子被打超過五次 所以我們事後再拿 就是每個格子的那個 最多人輸的答案 當作正確的答案 就是再這樣校正一次之後 後來我們再回頭去跟那個 就是它有公佈一個 叫會計總表 就只有總而加總數字 我們去跟那邊double check 就幾乎都是正確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政府不願意做 那我們來做 那其實這個 其實說真的有點蠢 因為政府本來就有數位檔案 那它為什麼就是不肯放出來 它只能讓你在裡面做查詢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做這樣的行動之後 後來我們有查到就是說 在監察院裡面自己的公務員 出過考察 他寫報告中就有寫到說 現今GinV政府網站查閱 明細後自己重置登載在網路上 供民眾檢驗 雖然此行為違反了 就是是違反正式現金法的使用範圍 但他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就算被公開在網路上 好像也不通不搖 就是不會對監察院造成什麼傷害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們這樣網站有造成這樣的效果 所以後來很感動 就是終於前年的時候 就是網站有了 就是現在大家是可以在網路上查詢了 那我們再也不用很愚蠢的 去印出一堆正式現金 然後要砍掉一堆數目來做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GinV的 一個很好的案例 就是我們自己來示範給政府看 其實做這些事情對你不只沒有傷害 而且對你是有幫助的 那希望就是你看到這樣的案例後 你有機會就是把我們這些經驗 把我們的想法融入進去 所以類似的成功案例 還有像這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這是那個GinV的開山第一部作品 就是有了這個作品 才開始有GinV的 就是那時候是創辦人 CEO高村長做了這個 然後得到楊輝克松 得到獎金後 那個獎金才有第一次的GinV黑客松 那後來這一個案例 也被TonyQ就是把他帶入到地方政府去 所以後來新北市還有很多的縣市 也都拿就是直接用這個東西 來呈現他們的縣市預算資料 或者像蒙典也是一個 就是蒙典後來也成功的 打入到教育部中 後來教育部做開放授權 把教育部的資料弄出來 讓大家可以做研究做應用使用 這也是蒙典可以成功打進去的 好 那再來就是我想要 講完GinV的部分 我就想講說 那到底我們的政府 自己是怎麼開始做開放資料這件事情 他有一些什麼樣的眼鏡脈絡 那麼主要是在201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泰文化過後 然後那時候國民黨的聲勢 最低潮的時候 那時候換了毛治國來當行政院長 他那時候就提出了毛氏三件 就是想要來解救低迷的那個 就是整個選情這樣 或者是說大家對於執政團隊的那種絕望 所以他那時候提的就是開放資料 大數據局跟群眾外包這個毛氏三件 所以其實主要的開放資料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那那個時候 就是由國發會來推一個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Data.jv.tw 那那個時候第一年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還沒有什麼觀念 就是各部會都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那時候國發會也定了一個KPI 就是你們全部部會 都每個人都給我丟五個資料集 但是我沒有要你們丟什麼 因為其實中央也不一定知道 每個業務有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第一年的KPI 就是50個資料集 你們自己來決定你們要丟什麼 那那個時候就有發生像教育部 他就丟了五個資料集 是國小名冊 國中名冊 高中名冊 高職名冊 大學名冊 好像還要丟什麼 他就不只丟五個 反正就只有丟這個而已 而且他裡面就只有名字跟什麼地址 就只有這樣而已 然後連經緯度都沒有 那這樣就是一個為了達到KPI 他還是做了 但是其實好像也沒有什麼效果的東西 只是當時國發會的立場是覺得說 我是想讓各個部會 自己決定要丟什麼了 那麼民眾自然會譴責 像教育部這種就會譴責他 然後就會有比較 有比較就會有傷害 那這樣就會有一些部會就會比較能夠就是 會改進這樣子 那是當時國發會的立場 所以在過一年 國發會就把KPI定成就是50個 每個部會要丟50個資料集上去 那後來這個KPI也被拿掉了 但是現在還是很多部會自己保留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還是要盡量多升數量上去 那這其實也有造成一些問題 這我後面也會再說明 那再來就是Data.jvd.tw這個平台 有一個我想要更多的機制 就是如果機關沒有主動把資料丟上去的話 民眾也可以用我想要更多說許願 然後機關也必須要回應 然後在2015年的時候 台灣有得到就是OKFN這個國際組織 他有評比說台灣開放資料的評比是第一名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 好感受沒有就是不是科學根據 就是因為其實那個評比 他有針對就是說 假如你有譬如說你有針對預算 你有做一些公開 那你就有得分 你針對什麼有做到就可以得分 那其實台灣人很會考試 所以就發現說真的有什麼項目 那我這個項目就丟一點東西出來 然後我這邊就可以過關了 所以我自己感覺是有一點點 雖然確實還是有推動到 有些東西被開放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受惠於台灣人會考試 所以可以得到這個 所以我連續兩年都得到第一名 那後來2017年的時候 政府就是行政院推說 我們量有了 那我們開始要往直開始推動 所以推出了一個資料品質提升機制 然後並且有提出金銀銅標章 那我等一下也會說明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再來一個 我覺得這也是蠻重要的一個 就是開放資料諮詢小組 那這個是國發會推出來的 就是一個 它有推出一個設置要點 就是行政院那邊推出來 就是各部會都必須要成立 這個開放資料諮詢小組 然後在剛成立的時候是要求 一季要開一次會 那其中民間委員至少有三分之一 就是有三分之二可能是 譬如說經濟部下面有商業師 有工業局有什麼的這樣子 這是政府委員 但是有三分之一要是民間委員 然後當如果民間 譬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有我想要更多 民間想要要資料的時候 如果機關覺得有困難 他不能直接就說 我不能給我有困難 他必須要把這個東西 丟到這個委員會裡面 然後要全體委員都一致有共識 你講的有道理 這個東西不應該給 所以如果他無法說服民間委員 他就必須要不然就是要改變說法 要不然就是他還是必須要把這個東西開放出來 就是聽起來是一個 還蠻理想的一個政策 但其實後面我等一下會提到 他其實漏洞也蠻多的 再來一個是政府資料品質提升機制 那這個就是因為一開始 國發會就是覺得說量有了 那我們要來推動值 所以他就分為三個面向來規範 而且是有針對表格性的資料 就說希望讓資料更容易使用 所以有針對資料易於取得 資料易於使用跟資料易於理解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是 算是我一開始幫他們吵你的 但我那時候吵你的時候 我目標並不是要定成KPI 我那時候是想說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裡面 如果有這樣子 符合這樣的資料 其實它是很容易被程式處理的 所以它有機會被轉換成 譬如說eSale 轉換成JSON 轉換成其他格式 讓大家更容易使用 其實我當時的目的是這樣 但是沒想到後來 我這樣給他們這樣的建議後 他們就把它變成一個KPI規範了 我是覺得有點害到很多公務員 所以這三個面向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資料易於取得 就是因為過去有很多資料的下載 它可能是要透過登入機制 要什麼JWC之類的 那個其實對程式要借接 或者是甚至有時候人都很困擾 會被什麼唐突失望擋掉什麼的 所以資料易於取得這個面向就是 你一定要那個網址進去 就是直接可以下載檔案 你中間絕對不能有經過其他步驟 才能等到那個檔案 你要有這個面向 你才能過第一關 然後再來第二關的部分 就是資料易於使用 那這部分剛剛有講到 它是針對表格資料 因為我原來在設計的 就是說希望它能夠很容易 被轉換成其他格式 所以就是說 它必須要很乾淨的表格 像第一行是欄位 第二行是值 你可以很簡單的 對應下面每一個值 跟上面的欄位是什麼 然後所以大概 大概像這樣的一些規則 然後再來就是資料易於理解 就是你說明要講得清楚 就是你欄位不能只用代碼 你欄位一定要講清楚 你的中文意義是什麼 那所以我在後來就是我有在 就是行政院辦很多開放資料的工作坊 那我也就是剛剛講這些東西 我都有像兩個小時的課程左右 那同影片在這裡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之後也可以點進去裡面看 好那再來就是講完 剛剛行政院的部分 那再來講說 剛剛這些規則有什麼樣的漏洞 或確實有出現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 剛剛講的資訊委員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民間委員 但是就有一些部會 他會拿他的退休公務員 來當作民間委員 因為退休公務員退休後 他就是民間了 他就不是政府人員了 所以就會發現 他其實整個的領域名單 幾乎都是部會也修出來 對 就是像這樣子 或者有很多就是他都找民間 但是都找他過去合作很好的學者 所以他的聲音是很一致的 就是配合度非常非常高這樣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那個 不提供資料必須得到民間委員的同意的 這件事或許就沒有 這個機制就不成立了 再來就是說 像我之前有遇過說 在農委會那裡我發現資料有錯誤 就是譬如說像這個農地 他的地號有格式錯誤 然後我就有做一些回報 我自己花很多時間 我那時候花了四五個小時 去想辦法查 那個錯誤正確應該是什麼 然後我就寫了一篇蠻長的信說 應該要換成什麼樣子 我寄給農委會 那農委會那時候回應就是說 不好意思 這因為是燈打錯誤造成的 那我說 他們說可能會再修正 然後我說 那我們預計什麼時候可以修正完成呢 他們就說 我們不確定 那我們會先將這資料下架 然後等到確定完成之後 我們再把這資料上架回來 然後這一下架就下架五年 其實我那時候我心裡很受傷 我就覺得說 我就開始很害怕說 我能不能去講有錯誤或什麼 因為我原意並不是要去譴責 你們有什麼錯誤 我原意是希望 你們可以更正 讓更多人可以使用這樣的東西 不過滿慶幸後來就有一次 我去幫一個人去農委會代班 那個開放資料資訊委員會的時候 我提出了這件事 然後後來他們就把這資料再上架回來 然後 而且他們在那場會議中 花一小時討論這件事情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農委會 就是我前面雖然是要DIS他 但我覺得他們後面是做得很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 有數量KPI的要求 所以很多的機關就很懂得 去把資料集拆整非常非常多 例如說 1月2月3月4月5月 其實 我這邊也不是要DIS花蓮 因為其實很多的機關都是這樣做的 不只是花蓮而已 只是我隨便搜尋一下 最快就找到這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最早的時候 國發會要求要五星開放格式 就是三星期都是要開放格式 所以不能是Excel 要用CSV 所以那時候就有機關 就直接把上面的東西 轉換成CSV丟出來 不過後來的那個資料品質體 那其實就算解決這個問題了 因為後來就是國發會有發現說 這種性能量非常非常多 那這種丟出來的東西都是垃圾 所以後來就是有改變說 其實大家可以傳eSale沒關係 但是請大家傳eSale 就傳乾淨的eSale 就是第一行是藍位 第二行是直 然後不要用到什麼合併組成格 不要用到框線 什麼都不要用到 你的eSale就是標準承載 只要eSale就可以了 所以後來這個問題算是有被解決 然後再來就是 後來上了那個 就剛剛講的資料品質提升機制之後 所以就變成說 以前你傳PDF 傳圖片 這些一定都過不了關 那後來很多人 但他們還是想要傳PDF 他們怎麼解決呢 他們就是創傳一個CSV 然後把PDF的網址丟進去裡面 那機器檢測的時候 只能檢測到外面CSV 發現是很乾淨的 很表格的CSV 所以你就過關了 你就可以得到那個 剛剛講的標章的金標章 可是你進去裡面 它本質還是那個PDF 然後你其實 而且你還多了一層 要下載CSV 打開CSV 才能得到網址的動作 好 那再來就是分享一下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去衛福部幫忙支援防疫 其實我也得到一些心得 就是主要是因為 今年年初的時候 一開始是2月2號 只針對廣東反國的 就是有做居家檢疫 但是後來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是持續到全世界 反國都要居家檢疫14天 那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有這個政策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辦法那麼快 有個資訊系統 可以銜接上來 來協助這件事情 所以一開始幾乎都是工人作業 那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有壓力說 我們要儘快的推出一個系統 能夠來做這種居家檢疫 因為他們相信 這個居家檢疫的人數 會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需要一個系統 來做這個檢測 但是他們那時候 緊急大概一兩個禮拜內 系統要趕出來 所以他們就透過有認識的 認識在衛福部的人 就是推薦我去 說我可以協助去做資料經理 那這比較沒辦法 一開始就找社群協助 因為中間涉及了很多個資 然後又需要很快速的去討論 所以那時候我就進去協助 那在系統化之前的現況是 那個時候疾管署自己有設一個Excel表 那Excel表裡面有包含 就是所有要居家檢疫的人的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入境時間 入境 班醫 這些資料 這些欄位 那這個Excel空白表做出來之後 他就把這個Excel 丟給各縣市政府的民政局 所以各縣市政府的民政局 他們就要針對他們縣市 有入境的人 他們要去填這些資料 然後填完之後 他們每一天再把這個Excel 用E-mail送回去給疾管署 所以疾管署那邊 手上就會每天都會多 十幾個縣市的這個Excel 那每一天就會多十幾個 十幾個 所以十天後就有一百多個Excel打這樣 然後所以 然後有的縣市就是每一天都會 那Excel就加一個新分頁 加一個新分頁 然後而且就是因為有的時候那個 所以有很多的問題 像因為都是手打的 所以日期有時候就會不小心 有的時候打西元 有的時候打民國 甚至有時候比物 打到2月30 2月31號之類的 或裡面有個電話格式 電話格式很混亂 像有這樣子上面的格式 然後或者是說 像政策調整的時候 每次政策調整一點點 它欄位可能就會稍微增加一點 就造成說 如果你這些 你要把這些幾百個Excel 要全部匯到系統中 是很困難的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資源就是去花 用寫程式 然後先想辦法處理到九成 然後再不斷的用程式去處理 特殊的各種情境 就一直處理下去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居家檢疫 它是需要有村裡幹事去訪談 就是確定你是不是在家了 所以它還需要從地址中知道村裡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也協助說 去接上有個內政部的TGOS系統 讓這個地址 它沒有寫到村裡 那我可以查出它村裡是什麼 以方便對應到它的那個村裡 然後後面還有接到一個 因為我們居家檢疫 你還要用簡訊通知 還有一個叫電子圍籬 就是確定你的手機 沒有離開你的基地範圍 所以它需要有一個精準的手機號碼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 也協助清理手機號碼 那其實這個整個的過程中 讓我得到的心得就是 我以前在去幫公務人員培訓的時候 我很喜歡用這張圖 就是說政府的資料的產自 其實有兩大來源 一個是工程人員 那承辦人員自己手動 就像剛剛講Excel的來源 然後另外一個是資訊系統的資料 那後者通常結構都是很乾淨 比較好使用的 而前者就是很混亂 因為它是手打的 然後最後它才會變成了政府資料 但是其實我後來覺得 更多是這樣子的 就其實資訊系統的東西 都是來自於人工的 先會有人工有一段時間來做 因為資訊系統沒有辦法 那麼快銜接上 然後但是接下來 需要資訊系統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標案需要 廠商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來做資料清理 那甚至很多廠商 沒辦法做好資料清理 他就把不好的資料 就跟著丟上去了 所以資訊系統裡面 也有不好的資料 所以吵這樣的一些經驗後 我就有一些思考的一些想法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政府的KPI文化 造成了很多政策下去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真的 非常非常麻煩的難以解決 然後所以像剛剛提到的就是 有資料數量的政策 那我就把資料拆開來放 那有品質的政策 我就想辦法就是 用譬如CSV包起來這種的 反而讓資料變更難用 就讓我覺得說 這KPI定下去是不是有反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公務人員怕資料錯誤 而不敢試出資料的 像剛剛農委會的案例 或者是 好 那我就直接講 為什麼我會去內政部開會 很不爽這件事情好了 就是像剛剛講的 政治獻金現在已經開放了 但是政治獻金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選舉完後 選舉以後九個月的時間 他才會把政治獻金的資料 丟到網站上讓大家查閱 那所以那個時候是因為 剛好就是有個OGP 就是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然後我去擔任 就是開放政治獻金那個小組 我不是委員 我只是去那邊當作專家去開會 那我就提了這幾個問題 然後結果那個時候公務員就開始講說 這我們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那個 法律規定要三個月 讓大家審保政治獻金 然後我們要花六個月的時間 去登錄這些資料 那麼他們要六個月的時間 因為公務人員很怕資料會錯誤 所以他們要花六個月的時間 確保每一筆資料都正確 他們才會願意丟出來這個資料 那 就變成說其實很多的單位 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不敢丟任何 像是以前違反勞基法資料也是一樣 就是他都不會第一時間公佈出來 他都會說要確定說這東西 可能沒有被訴願 他們才會願意 就是沒有被訴願沒有被怎麼樣 他們才會願意丟出來 然後或者是說有些資料是 公司有什麼狀況或倒閉或關門後 他就把資料下架了 就是他要確保說這些資料 都能對得到正確公司之類 就會造成說 公務人員因為很怕資料錯誤 很怕東西然後他們就不敢釋出 那 要怎麼解決這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答案 或許就很多人提了一個解法是說 開放資料專法能不能解決這問題 就是讓公務人員自己 不用那麼擔心說 他的錯誤 他因為把系統中的錯誤東西丟出來 造成他自己的問題 或者是說民間在要資料的時候 溝通的時候能不能友善化一點 會不會是一種解法 再來一個是怎麼增進公務人員的資料思維 因為其實像剛剛講的 很多公務人員 他的資料產制是用eSale 那eSale本身 他可能不是以資料的思維來做的 他是以報告的思維來做的 那報告的思維就會變成 他會想要排版得很精美 因為他的主管想看到就是精美的 顏色很漂亮 甚至顏色還要主管喜歡的顏色 然後但是這些東西可能不利於後面的資料使用 那麼這有辦法什麼改進 那麼這部分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較偏資料專業的 所以我可能這邊有比較多想法 例如說能不能從教育 或能不能從工具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說能不能就是譬如說 因為像Google Phone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法 就是你輸入的東西一格一格都是正確的 然後都是對應到那個欄位的 所以他比較能夠確保就是不會被輸入錯誤 然後如果真的就是政府不能用Google Phone 因為可能會剩一道雲端 那是不是能政府裡面自己開發一個 像Google Phone的東西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想要全面教育公務人員 好像也是很困難的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去年 這前幾年有上了二三十堂課 可能面對公務員也有兩三百三四百個 可是在廣大公園中 那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甚至不到千分之一 那所以我這樣的上課方法 也不一定能造成太大的影響 然後再來就eSale 真的是大家習慣用的格式 這我覺得也是難以改變 那這些我看一下 好那我自己之前給政府的建議就是說 希望政府自己還是要把很多的跟ID相關的東西丟出來 這個是為了方便 就是機器或者是要有工具幫忙去檢測 說你知道有沒有輸入錯誤時 我覺得很重要的基礎建設 比如像第二個T-Coast的內政部的那個地址知道 就是他們很常發現說他們要做事情的時候 最後地址是輸入錯誤的 造成很多銜接 例如說村裡對不到 或是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沒辦法連接起來 那這些東西其實政府都應該把它open出來 讓大家更容易的串接 那這樣我覺得才能夠提出更好的資料出來 好 因為時間限制 所以我剛本來想要發表一些心理上不爽的地方 但好像沒什麼時間了 那就馬上就先這樣子吧 好 那非常謝謝Ronnie精采的分享 那我們等一下看交流的時間 有沒有時間讓你可以把不滿發洩出來 希望是有機會的讓大家一起聽一下 那我們先請就是兩位講者就座 那接下來20分鐘就會是我們交流討論的時間 那這邊再提醒一下大家說就是 應該等一下螢幕上就會出現了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slido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找上面的那個QR code 然後打了發問 或是你想要現場舉手的話 用比較傳統的方式我們也是接受的 那我這邊就先從上面的問題開始去做詢問 那原則上會slido的排序基本上 越多人按讚支持的問題會越在越上面 然後接下來就會照時間順序 那我們就尊重它這個方式來進行 那第一個問題想要請問的是 台灣始終缺乏一個對科技有sense的名帶 我們需要一個甚至多個科技立委或更多這方面的名帶 來監督國家相關的前瞻的產業政策 但是這樣的政策可能沒有票房 面對選民的選擇會想要怎麼因應呢 那這邊現在真的蠻多人支持有4票 那就是對那我們先請民眾來回答好了 好這部分的話其實在民間有一些討論 就是有沒有可能在我們地方的議會 參考了中央的部分區委員的產生形式 就說因為目前的議員都是區域 區域型的委員 目前的議員他都是區域型的 所以會造成說他們為了要顧地方的選票 他很多事情必須要配合地方 就是比如說我可能是從北區過來 我必須要有很多的政見環繞著北區 但是科技這件事情它其實是跨區的 如果有機會可能參考中央產生委員的一個形式 如果議員的部分也可以產生的時候 也許在地方政府就有機會有一些不分區的議員 可以嘗試做一些比較大膽創新的做法 但他也不需要在意剛剛提到的選票的部分 就是說我不用去鋪橋照路 我也有機會去為大家服務 這是一個想法 好那我自己對這個我覺得有兩個想法 一個是我覺得很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立委的數量太少了 就是以民主國家來講 台灣的人口比例只有113席真的是太少了 造成就是說立委的多樣性真的是很缺乏的 以前220幾席的時候是很有機會 小黨是可以起來的 然後你要各種職業多樣性是有機會的 但台灣沒有辦法 所以或許如果大家能有機會 也可以幫忙去多推廣一下 是否有機會可以把立委人數再提高這件事情 列為一個修憲的重點之一 因為這個也才有機會促進小黨有機會得到執政的空間 那再來一個科技Sense 其實我覺得科技Sense 不應該是只僅限於幾個科技立委 而是或許是全民都要有科技Sense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也可能一起關注一下 我們新的課綱 對於就是提升大家的資訊素養 科技素養 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辦法讓我們 可能沒辦法短期內建效 但是能不能幫我們養出下一代 就是整代都可能是比較有科技Sense的一代出來 我覺得這可能是個重點 好那非常謝謝兩位就蠻建設性的提出了 像民眾提到就是說 可能要有不分區議員 訪中央的制度 然後Ronnie這邊提到說 第一個可能是立委人數本身的問題 那另一個就是可能科技教育課綱 大家可以關心一下 那下一個問題可能就比較偏 哲學層次的問題 然後支持度跟這個問題一樣高喔 公務人員怕資料錯誤而不敢釋放 是否有可能也是我們 在我們一開始民眾是不能接受政府犯錯的 請問政府是真的不能犯錯嗎 或者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面對這個問題 剛其實Ronnie有提到說資料專法的部分 其實某些程度上也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目前有一個法規叫做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而產生的損失是有對應的國賠 所以一旦一個國賠案件發生了之後 會產生一個寒殘效應 很多單位都會因此說 那我幹嘛把資料釋出 然後又要害我被告 雖然說國賠的情況很多時候很少機會成立 但是在公務體系裡面 只要國賠的程序一旦啟動了 他們很多時候他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參與到 整個訴訟的過程 其實對他們來講產生很大的困擾 如果有機會有一個專法 剛剛提到開放資料專法的部分 或許可以排除這個問題 我個人的期待是這樣子 我覺得專法可能是一個方向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民間的風氣 可能也是要考慮一下 就是因為我覺得很多民間的風氣 還是會有一點對政府是對抗的 就是說我覺得政府好像沒丟什麼東西出來 他就是想要硬要藏什麼東西 像之前我有做一個台灣公司API的部分 就有人以為那個是政府做的 然後他看到裡面奇怪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東西是要隱藏什麼 然後後來去講說 還說那是我民間做的 那不是政府做的 然後那是拿來API借借用的 其實我發現很多人是會對政府 是先有一個 就是戒心說他就是要做什麼事 他就是要做什麼壞事 那我覺得這個也會造成政府覺得 那我丟出來的東西盡量都不要有任何把柄 或不要有任何錯誤 那我覺得這會是一個負向的一個循環 所以或許就是能不能民間可以稍微改一下風氣說 不是第一步就是想要譴責或抓問題 而是大家一起共同解決問題 好 那非常謝謝兩位 我也就是可能帶著我們去反思一下 可能作為民眾之間我們怎麼看待政府 或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都是大家可以繼續反思 那下一個問題其實是看起來是來自就是外國的朋友 那非常感謝他們對我們關注 那我先大概念一下 那這邊其實應該想問說就是兩位跟政府互動的一個經驗 政府是否真的如我們刻板印象中很難搞 就是想去民眾以外 然後你們是怎麼樣跟他們溝通的 OK 某些程度上其實政府的合作過程 跟我們在民間的工作會有很大的落差存在 就是這樣一個落差很多時候會讓大家覺得說 可能政府不好合作 但其實如果有機會深入到他的一個可能發展的淵源 或者是說最終他的工作的分工狀態 如果你視線就清楚他工作的分工 某些程度上這樣的衝突降低了之後 合作上應該會比較容易一點 但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你其實 我剛剛的後影片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他只能做最後一里路 他其實前面還有很多前置工作 其實你會發現說 就剛剛我們在G-Link經常講的 我們每次挖一個坑怎麼發現越挖越深 就發現說你其實沒有深入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要解決這些問題還蠻難的 這是大概一個建議 我覺得在政府 我們要講政府的時候 其實政府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其實每一個部會 甚至到每一個局處都是很獨立的個體 但每一個局處的他的首長可能都會影響到這一個個體的心態 所以我自己跟接觸過很多政府單位的心態 就會發現差落差很大 有合作起來非常愉快 就是他的心態非常開放 很願意嘗試新東西的有 但是也有心態非常保守的 然後獲得是很多超級KPI主義的 像是像我去監察院 去那一陣部開會很不爽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他們就是要推一個叫做OGB OGB是要推一個承諾事項 就是一個由官民協作 就是我們民眾覺得很重要 政府也覺得想要一起做的事情 然後但是他們的心態並不是我真的想要官民協作 而是我剛好我的部長去年想要推一個政策 然後這個政策好像對人民有幫助 那我想把它丟進來這個裡面 順便就做掉這件事情了 那所以後來我去開會的時候 我就是提出一些我覺得以我民眾的觀點 我覺得這是我民眾的需要的東西 他們就開始拼命講說這東西很困難很難做 然後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做我們 就是本來的這個目標 那就會變成說有的機關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就很難跟它溝通 你就甚至你說你去參與開會去做協作 你好像都是在幫它背書 而不是真的能夠去幫助到人民的事 但是很好就是心態比較開放的政府不會 去跟它合作就很愉快 你就會覺得說其實政府並不是 公務員可能都不是在 可能過去都會覺得是米蟲什麼 但你會覺得有很多很努力在做這個 很想改變的公務員 那這樣子你做幾次來 合作起來就會非常的開心 好 那非常謝謝兩位回答 讓我們更看清楚說 可能現在其實部會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這麼單一 其實是有多樣化的心態 那這邊也提醒大家說 就是SlideDew除了就是問問題以外 其實你如果有任何想法 想要跟講者互動的話 都可以就是直接打在上面 那我這邊也就是針對第一個就是科技立委那個問題 有一些民眾分享他們想法 那我先簡單提一下 對 那第一個就是有提到說 以政治學專業的角度 其實先前立委人數減半的決定是嚴重的錯誤 不過當時立法院做出這個決定 可能是更大的政治結構性問題 那是我們有一位就是可能在場 比較害羞的人集出來的 對 然後 對對對對 那謝謝您今天的分享 那也讓展者們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另外一個也是針對就是關於就是那個 欸 對 也是跟 喔 可能剛才有刪掉 但如果大家 對 SlideDew可以刪掉 所以可能他現在覺得他的想法有改變 那我們就先繼續下一個就是問題 如果鍵盤沒有辦法救國 是否暗示科技並不是改變的關鍵 我們該如何讓G0V社群逐漸跨出科技 開始接近更多可能現實面臨到 例如說制度相當的問題 OK 這個部分其實你看到 眼前兩位都在做 剛剛不是有已經進入到 內政部會議裡面去 以及說我實際進入到 整個政治體系裡面 但這件事情還是回歸到說 G0V它一直是一個 一個以精神的方式存在 它適合產出工具 但它不適合說 可能號召說大家去 因為G0V的關係去參與到政府裡面 去做什麼事情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會覺得 這個還是回歸到個人醫院 那我們會覺得說 在G0V裡面 它還是可以做好 它剛剛提到的工具 也就是說其他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它資訊其實適合去補足 很多資訊傳遞的最後一理路 那可能把這個部分先做好 我們在有機會有人 遊醫院的時候 它可以往前多走幾步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科技並不是改變的關鍵 我覺得真正改變的關鍵 應該是參與跟素養 那科技可以幫助這些事情 就是你可以幫助參與 但是或許它也可能會 讓不良的參與更加的發生 例如說我覺得像我比較憂心的 是最近很常見的出征文化 出征文化這件事 也是一個促進大家參與 但是它的參與 可能會讓很多的討論更難進行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 科技還是要做 但是我們要用科技 是想辦法幫助更多的 有素養的參與 所以像是G0V的CodeFest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參與性的專案 讓大家就是一起參與 事實查核 讓大家可以傳遞正確的知識 也期待就是在G0V社群 也能夠產生出這樣子的 這樣子好的科技出來 好 那謝謝兩位的分享 那接下來的題目 應該是會跟KPI相關 那這邊其實上面不只有題目 也有一些人先提出了 一些他們的comments 那我這邊先就有一個comments 部分先唸給大家聽 然後也讓講會講者知道 那接下來再進入提問的部分 那第一個是 近來學界也逐漸注意到 KPI不是很好的績效考評工具 這些弊端已呈現 如這次簡報所見 一種根本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用過度線性的邏輯 認為不比你就不會有產出 例如讀書 結果就落入惡性循環 不過從行為科學的角度 賦予公部門一定的空間 與自主性 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讓公務員自己做得更好 然後這根本問題 可能出在民眾是否相信政府 那其實有一個 跟自己相搭配的題目就是 如果不變成KPI 是否真的有可能 讓公務員願意去執行 那如果公務員不是KPI 不願意執行的話 那是為什麼 那這邊要不要看 先改成Roney做答案呢 因為畢竟這應該聽起來 是針對剛剛的分享 所以這個我是放在思考的地理 是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答案 就是我自己是個人是個 非常反KPI主義的人 就是我是連在健身的時候 我連體重都不會去記錄的 就是我覺得只要能感覺到 自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要來自於 就是我們從小的教育 就是我們從小就是受到 標準答案跟分數教育 所有的事情一定都有標準答案 所有的回答都會被弄出分數出來 我覺得真的很關鍵的 我覺得沒有短期間 解決這個問題方法 但是長時間就是我們從小的教育 現在新課剛有把這部分 好像有改進到非常非常多 就是以都是沒有標準答案 而是以思考為主的 我認為這應該是 長時間我們必須要做的方向 就是我們要 就是要把教育要做一個整個翻轉 我覺得這是 我自己有這個長時間的想法 那至於短時間有什麼做法 我真的沒有答案 其實我覺得陳先生 這還是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在我的角度看會說 包括說我們公務員的人的數量 其實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 非典型的公務員 以及說我們可能在做一個工作 比如說我們在民間的創意工作者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時間 很大的空間去思考 思考了再去做我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做的事情 產生一個最大價值 但在公務體系裡面 你幾乎沒有機會去做這樣的思考 就是你不會有一個工作 讓你思考個半天 然後再去好好做這件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很難不去避免KPI文化 而且在這KPI文化 又跟他們的薪水 他們的待遇 他們的獎金連結在一起 這些很強烈的連結關係 其實某些程度上很難去避免 但我剛剛還是強調說 我們如果可以 剛剛提到 可以給公務員更多的人數 以及說可以給他更多的攻堅 其實我相信很多 在民間發生的事情 在公務體系也有機會發生 這是一些建議 我們重新審視KPI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也對公務體制 或許可能有了改變 提出一些比較具體 例如說人數上面的一個建議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到 下一個的部分是 而這邊有一位 就是在場的會眾分享說 主管會很堅持報告思維的Excel 甚至會要求用報告思維Excel 來呈現給民眾 認為這才是好的 那這是個人在公務機關業務會遇到 那這個可能是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 常跟公務人員接觸 或是自己是公務員的朋友 那謝謝你的分享 那這個我也可以回應一下 好 其實我去上公務員 去跟公務員上課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講說 我相信你們主管一定 還是要報告型的 所以或許你們可以試試看 先學會 先做資料型的 然後用資料型的 用資料連結一些方法 把它變成報告型的 那其實如果你一開始做會比較累 但是以後 你要再產製新報告的時候 那個就是簡單的 因為你以後你要改數字 改什麼的 那個改起來 準確度一定會比原來的 你每一次都從報告裡面 改正確位置 甚至可能要填錯 你後者是比較好的 所以就是建議說 報告一定要做 但是你刻意可以試著學習 從資料變成報告這件事情 好 那謝謝Ronnie 那針對我們剛才那個分享 也給了一個蠻具體的 就是建議 就是說或許可以先從這 就是資料思維 再轉到報告的思維 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其實會回到剛才就是 Ronnie其實無意間也有提到的 就是說群眾外包是 最現在很多GTV 常見的專案跟模式 那這幾年就是 其實有很多關於民粹 或者是網軍的討論 甚至您剛才提到說 比較激進的一些側翼之類的 那我們要如何避免 就是群眾外包的多元去下降 甚至會有特約定的偏頗立場 因為其實像剛才您推薦的Coffice 真的假的 其實他們也常常會遇到 這樣子的一個質疑 覺得他們背後是不是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那這邊不知道就是兩位有什麼建議 這挺好難喔 這個 好 那我業配一下 我明天有報一個on conference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一題 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今天假如有人利用工具 然後就是譬如說去改變風向 然後讓大家可能都是用激情 然後去偏向某一邊 而不是去好好討論事情 該怎麼辦 然後我覺得慢慢現在有這樣的氛圍在 就是社會的生意越來越兩極化 就要不然就是極度支持A 要不然就是極度支持B 然後已經沒有AB中間的討論空間存在了 那麼這樣的情況我們該怎麼面對呢 其實我跟你們的答案就是 我也是蠻希望明天on conference的時候 可以大家一起來想想看 我們有什麼樣的好做法 好 那這邊群眾要不要也提一下 這其實還真的蠻難回應的底 非常指在於說 其實這還是回歸到人性 大家很習慣就變成說 因為一個群情激憤 在群情激憤底下 他的意見領袖只要下一個指令 他就會照做 其實在Wikipedia 在很多的 crowdsourcing的基礎上都發生過 那在這樣的基礎上 我們只能說OK 因為它 crowdsourcing的最終 還是有機會去把它修正 或者說在Wikipedia 它也開始發展出 可能把那個頁面暫時鎖住 等大家的情緒過去 再回過頭來好好討論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其實 你會在開放與不開放之間 產生一些掙扎 但其實它某些程度上都是很小的案例 我們如果在情緒以外的地方 它其實在一些議題的討論 還是容易進行的 那我會覺得說 必須在它情緒當下先 讓它冷靜下來 我們先想辦法轉移焦點 去討論到其他比較不會引起程序 引起情緒的議題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非常謝謝兩位 不管是分享UNCOF的資訊呢 歡迎大家去投票 還是說對於就是那個 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一個情況的建議 那因為我們時間其實只剩兩分鐘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能就針對 最後剩下兩個題目討論完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等一下私下再來找講者 就是詢問 然後順便也提一下 就是說剛才KPI衍生的討論 有一位叫肥貓的朋友也提供了說 就是有 對 有一個 胡龍騰在2019年的政府績效管理指標設計 如何既K且P又I 然後國圖及公共治理季刊 五卷三期的 68頁到79頁 歡迎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真的是非常學術的討論 謝謝大家增加我們這一場的質量 對 那最後兩個問題 其實第一個問題會回到就是 第一題的科技立委的提問 就是政府的角色 如國發會在面對前瞻產業的投資 可能就是只能跟頭 有時候反而沒有辦法強而有力 對產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甚至會錯失某一些就是國家上面的布局 這也顯示出公部門無法跟上現有趨勢 產業轉型可能比較難落實 那這樣會找不到適合的人 跟公司來合作或分配資源 請問這樣的問題 兩位講者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這個問題剛剛提到的 像口罩地圖那樣子 你看它像一個冰山浮在水面上 我們只能做 我們民間比較擅長做上面那一塊 讓大家看得到的部分 政府部分比較擅長做下面那個結構性的部分 在這樣的形象下 我會覺得應該是分工去進行 而不是期待政府把所有的工作完成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如果政府不擅長去做類似創投的工作 為什麼你不去支援民間創投 去做這些事情就好 為什麼你要自己政府來扮演創投 我們很多的時候都遇到 這個角色的選擇的問題 其實在政府科程結構底下 它本來就有自己擅長 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像剛剛提到口罩地圖 我們不太可能去跟六千個藥局去產生連結 但這件事情政府做到了 也因為它做到了 我們才有機會讓口罩地圖對外宣傳 那我們會覺得說這件事情還是回歸到分工 我們應該要有清楚的分工 而不是讓政府做所有的事情 關於這一題 我自己對 我有一個比較激進的想法 但我覺得不一定是正確的 就我認為政府不應該自己做投資 政府應該只有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是借貸 用較低利率借貸 另一個做法是 它只投資給願意把成果開放的企業 或者是願意開放 它的投資下去 可以產生出開放結果的東西 而不是說用這種 就是投資某個產業把公司養起來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也受到KPI的影響 其實我們公司之前曾經有一次 想要申請經濟部的工業局的開放資料的補助 它可以申請好像兩百萬到五百萬之類 然後它的政府因為KPI的關係 所以它很喜歡搞就是說 譬如你要申請兩百萬 那你自己要寫個計畫 你自己要花兩百萬 就是你要花掉兩百萬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的設定法 是讓政府有個KPI的好處是 它可以設定說我今年投資 撒出去四五億 然後我造成了民間的四五億的投資 所以它就希望你去申請這錢的時候 你必須自己寫出報告 你花了多少錢 可是這就造成說大公司 它可能就是做一件 它本來它就做這個事情 它就隨便挖一些公司的能力 說我是為了做這一個計畫 而伸出這些能力 但其實這些都不是它原來有的 它本來就有在用這些能力了 它只是為了寫這個報告 它把這些能力納入在計畫中 所以它就平白無故 它多賺了兩百萬 三百萬 然後它可能並沒有任何損失 但像我們這種公司 其實我們只有兩個人的小團隊 根本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沒有去接 去做這種政府的投資案 所以我覺得就是政府可能 就是我們並沒有那麼樂見 政府把錢撒下去 然後賺這種KPI的現象 好 那非常謝謝兩位 因為其實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下面那個題目 我可能要先道歉一下 因為我們這場其實一開始開場 就已經先晚了十分鐘 那可能就有機會的話 再思想請問兩位講者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Ronnie跟Kian 就是從 感覺是從資訊人開始 那其實帶我們一起反思的很多 就是重新認識政府 或反思我們民眾 要怎麼樣去看待政府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希望今天對各位有很大的啟發 那就謝謝兩位